书童解读 燕子时处 燕英 春秋时代末期,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,但是两国互看不顺眼,双方都很想把对方消灭了。 有一回,齐王派燕子当大使去访问楚国,楚王仗者自己的国势比齐国强一点,很想趁机羞辱齐国大使以显出楚国的威风。 楚王听说即将到来的齐国大使燕子个子很矮,于是派人在城门旁边挖一个五尺高的洞,当他快要到达楚国时,叫士兵赶紧把城门关了,只留下这个洞,意思是要燕子从这个洞钻进楚国。 燕子来了,他站在楚国的城墙外很久,城门始终不开,他要求楚国开城门对方却不理会,心里知道楚国的意思是要他钻这个洞进去,他看了看这个洞,对接待他的楚国人说, 这是一个狗洞,不是城门,只有访问狗国,才从狗洞进去,我在这儿等一会儿,你们去问个清楚,到底你们国家是什么样的国。 接待人立刻把燕子的话传达给楚王,楚王只好下令开城门迎接燕子,燕子大大方方走进城门,在王宫里见到楚王。 楚王看燕子的身材,冷笑一声说,难道你们齐国都没有人了吗?燕子严肃地回答,这是什么话,我国首都黎兹住满了人,大家把袖子举起来,就是一片云,甩逼把汗,就是一阵雨,街上行人的肩膀擦着肩膀,脚尖碰着脚跟,到处都是人,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? 楚王说,既然有这么多人,为什么会派你来呢?燕子假装很为难的样子,说,大王您这一问。 我都不好意思回答,如果我撒谎,担心犯了欺骗大王的罪,说实话又怕大王生气,楚王说,你实话实说,我不生气。 燕子说,我国有的规矩,凡是访问上等的国家,就派。上等人去,访问下等的国家,就派。下等人去。我最不中用,所以派到这儿来了。 说着他尴尬的笑了笑,楚王更尴尬,只能陪笑脸。 楚王安排酒席招待燕子,正当他们吃得很高兴的时候,有两个武士压着一个囚犯从宫外走过。 楚王看见了,问他们,那个囚犯是谁?犯什么罪? 武士回答,犯人是齐国人,犯怯到罪。 楚王得意地笑着对燕子说,齐国人真没出息,干这种事。 楚国的大臣们在一旁都大笑起来,以为这一下燕子一定丢脸了。 哪知道燕子面不改色,站起来说,大王你怎么不知道呢? 淮水以南的橘子又大又甜。 可是当橘子树搬到淮水以北去种,果实却变成又小又苦的纸,可见淮南与淮北的水土是不一样的。 同样的道理,齐国人本来在齐国安居乐业,好好劳动,但是依道楚国,却只能做强盗或小偷,也许是因为两国的水土不同吧。 楚王听了非常难为情,说,我一直想取笑您,没想到却让您取笑了。 从此以后,楚王再也不敢不尊重燕子了。